据海媒报道称 HIP和米希珍已无和解可能 HIP或将在1到2月内 撤换米希珍等额道高层 具体来说 HIP于22日以企图篡夺经营权为由 通过额道监视要求 额道方面于30日召开董事会 更换公司高层 HIP负责人表示 根据额道的公司章程 监视拥有监督理事屡则的权限 在公司方面拒绝接受开会要求时 有钱直接召开董事会 并表示 米希珍提出的理由令人难以接受 HIP已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 提出了批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申请 其法院将HIP股东大会的申请 许可日期听证会 定为今天30日下午4点35分 HIP方面预测 待法院审理 判决等所需程序走完之后 大约今后一到两个月内 可吃换米希珍等额道高层 针对此说法 契合新女团Nugens将何去何从 备受注目 在米希珍的发布会上 他就曾表示 HIP假装对Nugens好一样 全网无差别营销 这次Nugens回归也一样 等着看吧 进入更有相关人员透露 表示 Nugens投入了116亿的资本金 而Island投入了1500亿 不禁让网友感叹 还以为Nugens是HIP的公主呢 原来公主另有其人 爱到韩社 每日结束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